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基本上很多这种保护性的火山区 休眠火山然后只能就是步行上来 基本上很多车辆都已经禁止试入 那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个休眠火山河河 可以看到我们非常漂亮的路上可以偷偷 那个正下面也是一个休眠火山 是奥克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座山 在我们很多住在奥华兰市中心的人 还有很多北岸的人都能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景色 可以看到很多人也在拍照 还有在散步 然后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远非常好 能见度也非常高 大家能看到我们这市中心的这个天空塔的景色 因为这个火山很好的景色 我们继续往前呢 可以跟大家来探索一下 往西的一个景色 第一次用我这个手机拍摄 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有没有好的防毒作用 无防毒功能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奥克兰的美景 那么新西兰的大家都知道也是美丽为著称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原因 很多这个国内的朋友同学朋友们都来不了新西兰 所以呢希望把这个美景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然后希望在疫情后大家能来到奥克兰 来参观奥克兰更多这样美丽的公园 大家看到的现在是往西边的一个景色 因为我们这座山呢是一个365的景色 今天参观的人数很多 这边是西边的一个景色 往这边呢就是能看到市中心呢是一个北边的景色 对大家都会保持距离 有些人可能会保持距离 因为现在是出一个楼盖期间 那我们走另外一条小路 避免这个云群接触 大家能看到这个火山正中央吗 火山正中央的这样的一个 对 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火山石头 我把距离也给大家拉近一点哈 大家能看到这个 在这个火山下面呢有个新的奥克兰新的开发区 在十几年前呢 这里还是一块一个 一片草地 就是一片还没有开发出来 但现在已经开发了一个非常崭新的社区 你看很多新的楼 高密度的楼 正在这里建设 和已经大部分已经建设完毕 然后今天我们继续把今天 往这个北边还有西边 来 大家喊一下这个 奥克兰新的山顶上能看到的这个景色 与大家分享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的路 刚刚呢是在那个山崎上面 那个树上面 你看那个树堆 就是有一个树桩在那里 那个我们刚刚是在那里分享 那边是朝东 然后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新的开发区里面呢 高密度的楼里面呢 还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水塘 看到没有 那个是一个小的 把水往那边拍 在我们里面这个 历史低洼的这个新的开发区 能够被淹 做好了很多的规划和排水设施 那么这个新的开发区 Stonefield呢 也是一个目前非常热门受欢迎的一个居住地 那 大家能看到这个下面的 Mondon Winnerson山脉 有这个 很多商业区 也有很多居民区 在我们这个 正大 正 正手方向呢 能看到一个出土的 其他的一个 一个椎 那个是一万艺术山 然后看著名的艺术山 大家可以放大 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把镜头放大 可以看到天空塔 大家能看得到吗 可能因为相机的原因 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但今天呢 想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 那么Wenton的山脉 也希望呢 一行早点结束 大家能早于来到新西兰 亲自里面 里面这个美景 带着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朋友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的这个风景视频 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 对那个领航 二十六十一年的关注 还有我们下次呢 希望如果大家喜欢 这样的视频 我们下次争取 分享更多这样的视频 给大家 原知原味 没有任何的这种修饰 后期加工 对 直接拍摄 直接分享 也祝大家在疫情期间 平安健康 希望我们很快能在明年 或者后年 当然是希望尽快接到大家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